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财料的需求也会突然之高了 对它来说也是一项利好的因素 第三点就是早前公布完的业绩也是强 理价由去年是50万左右到现在升到50万左右的高水平 但近期来说虽然50万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Ranger 因为你内地都出声了 你去到50万就很留意了 未必是再升也好 也是差不多的 除非那个Demand很厉害 知道很高 但到时应该都会有发声 不过如果你在这麽高的水平之下 对近风的业绩来说 对近风的业绩来说 都是一个支持 还有在下半年 其实是有些新项目去做一个投产 在这麽高的理价水平之下 对它的业绩来说 亦都是一个利好的因素支持 所以再加上它 新能源车相对上是比较强 又能卖到 对于这些上游 做电池原材料的热露来说 是一个挺好的 不错的一个拉动力因素 所以我觉得想去留意的话 可以在渐水平或者低一点 其实亦都是可以去考虑 向上 先看着4月的高位先 先不要望得太远 摩得太远 便幅就太大 看着115到116这些水平 3月底4月这些高位 万一可以放低一点 因为100元去到80元所有的水平 再穿回到这个低位 78.6毫半 那就应该要走了 所以你去这个 range 有些耐性差 有机会去到90多 这些水平 其实如果大肆抽回上去 那些汽车股升的话 你会拎着这些股 其实也有抽上去 如果你想上去 升又部署得到 跌又可以 靠低一点点 我觉得你可能分回两柱 的部署策略 一柱就现价买了 另一柱可能在 你给90多元 或者有80多元 90多元 那些水平附近 去买 上去看着 115到116这些水平 你让它整股得到 然后再买回去 回到我家 看一些车股 特别一些新人员 其实应该的 demand 都相对上强 对于这一类型的股 也是一个利好 最大的 uncertainty 是什么呢 对于车股来说 是疫情再反弹 这个应该是大家估不到 还有一个 不能股的 不能控制的因素 第二个就是 大市是不是要向哪边爆了 如果是向下爆 这些就算有政策支持 和交付货支持的股 都是需要去跌的 不要想着 要是股值问题 如果再向下跌的话 这两个是一个 比较大的不利因素 大家要去看